字幕提供 嗨 回到48集的《神神秘秘》 大家好 今集我們很配合 我們沒有約定的 大家都很配色 大家看到便會覺得咦 今天的主題是叫做《影向生命》 什麼叫做《影向生命》呢? 其實我準備了這個題目 當時在想 新世代的人 是怎樣去面對 人生的那種 衝過來的事件 或者人生的起伏 這是無可避免的 這也是靈魂來人生的一個目的 因為我們要經歷 你怎樣看 大家都不少了 經歷了很多事情 新世代前 新世代後 我看到我面對事情的態度不同了 以前 當我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好的事情 最容易遇到阻滯 可能我在想 我會檢討我什麼做得不好 我會有情緒反應 我曾經上過一些醒覺課程 開始懂得說 醒覺課 不是別人的問題 在我的部份 我要做些什麼 我會想到我的部份 但其實新世代 尤其是近幾年 我們知道所有事情 都是關自己的事 那都是我的部份嗎 是 全部都是關你的事 不只是你的部份 是很不同的 有時候譬如說 他不對 我又不對 究竟怎樣去做什麼 人家也要負責任 這就是我以前的做法 但現在就是 你不得不承認所有事情 包括對方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好的 其實我很認同 我自己就是 在新世代之前 對於不開心的事情 我就會很苦 為何要發生這些事情 在我身上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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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會這樣對我 為何… 為何不公平 這樣 會控訴 控訴身邊很多人事物的事情 但當你第一次聽到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選擇的時候 正如很多新世代人或接觸錯事的人 都用了很長時間去接受這件事 這句話 然後 最近更加 這幾個月 很深深地感受到 作為一個修行的人 或新世代的人 你真的要完全負責 完全… 完全地對你所有發生的事情負責 真是… 一句話說就容易 但做真的要很大的心路歷程 最近我開始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是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學很多東西 然後懶惰在那裡 懶惰在那裡 不去行動 是一些… 只是知道一堆的東西 只是知道一些東西 但最近呢 我想我從兩個星期開始 以前就覺得 學那麼多東西 是時候拿出來用 不用再學了 你再不用就浪費了 就是學來什麼 這兩個星期開始 我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問 哎呀 為何我會有這樣的情緒反應 我會問為何我會有這樣的情緒反應 好了 發生了這些事情 譬如今天剛好我都遇到一些事情 我自己覺得 我的情緒反應是不開心的 為何我要不開心 為何別人做這些事 我就要不開心 這些我會覺得是內省多了 內省多了 內省多了 我覺得真的 在賽斯 用賽斯來講 在賽斯裏面 一向我們說的一句說話 叫做信念創造實相 差不多就是我們的 金句來的 每一個當下都是 所有外面的事情 只是你內心的一塊鏡 是 所以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是否真的有這種意願 有這種意願去看看 我為何去吸引這些事情 是 你如何透過外在發生的事情 去醒察你自己有什麼 這一刻有什麼信念 當然 可以告訴大家 不是說你進入了 你看一下賽斯書 或者明白了一些資料 你的人生就不會有問題 或者你不會有衝擊 我們稱為起別 但是你仍然都會去面對一些事情 但是到底 當你明白賽斯後 這件事如何應用 在你的生活中 這件事才是考功夫 後面的功夫的所在 你人生遇到一些 即是你有十字路口 有些人撞過來 你的撞擊點也好 你真的要去看 你深深地關照 到底 我很喜歡那句話 他撞擊你什麼 嗯 會 譬如今早 你的情緒 他撞擊你什麼 今早他撞擊我的 關乎於我自己的價值 哦 這個是 真的 說這句話很容易 但說這句話之前 可能真的要看很多 還有 裡面有很多打開 一層一層打開你自己 真的很深地去 很真實地面對你自己內心的事情 是困難的 還有 有時 很普通來說 可能撞擊到的 是我們的恐懼 你可能怕不備愛 也有恐懼 怕沒有 怕孤單 還是當一件事發生 我應該這樣說 到底這件事的碰擊 你去觀照 然後你可以決定 這件事對你的碰擊 是成為一個正面性的結果 還是負面性的結果 對於我來說 我意思是 你完全有一個自由意志 去決定這件事 到底這個碰擊 成為一個正面的結果 還是一個負面的結果 明白 因為我記得個人實際 本質在最初的介紹 在聚言中已經說 我們是不受到外界環境所控制 所以我經常都說 所有事情都是中立的 是 所有事情都是中立的 無論發生甚麼事都好 其實那件事 是你不同的角度來看 你才會有對還是不對 你才會有好還是不好 但這件事本身是正常的 金融海嘯是中立的 即是有這件事發生 金融海嘯這件事 對你產生是正面的衝擊 還是負面的衝擊 是你自己決定的 是 當然有你的信念 好像最近的金價相似下落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是視乎那個人的目標 也會不同 所以很有趣 這也在說 你嫁小朋友的技巧 小朋友跌倒到你 哎呦 真可憐 這麼大件事 哪裏痛 之而此 你弄得很大件事 很厲害 很厲害跌倒 站起來 這個已經是一種 你的直入 我也覺得是 尤其是小朋友跌倒 我也有很大的反應 我也記得 我忘記聽 不知道哪位藝人去分享 就是 他自己是很怕閃電走來 但因為他成為了媽媽之後 他不想把這個鏡帶給小朋友 所以閃電走來的時候 大家會說 好 放手錶 所以他覺得小朋友激發了這個勇氣 如果你突然說閃電走來 我們可以拉遠一點 譬如有時候小朋友 走來閃電真的會害怕 我會用一個很有趣簡單的說法 我只會跟小朋友說 雷公伯伯伯在天上移張桌 這樣就已經過了 聽得明白 理解到 其實就好 這樣也挺好 這些都是小時候的媽媽說的 對 所以我想 例如我拿一個例子 如果你的人生出現了第三者 當你的人生出現了第三者 當然是一個撞擊 即是一個關係裡面出現了第三者 首先留意一下這個撞擊 撞到你哪裡 很多 撞到你的自我價值 撞到你的怕失去 撞到你的不備愛 之而此類的事情 或者撞到你的恐懼失去 或者怕孤單 通常一個這麼大的活動 撞到你的就很多 這麼大的活動 都可以去按了你哪些按鈕 然後你可以去看看 你的按鈕是來自甚麼 嗯 我經常都會跟別人說 即是我做治療 或者跟同學生去做 他教自己做治療的時候 譬如他撞擊你的 你看到他撞擊你的 是你的不備愛 這樣 那你就開始去想 我上一次感覺不備愛是甚麼時候 嗯 甚麼事件 嗯 甚麼感覺 是地人 感覺 嗯 然後呢 感覺還包括很多東西 包括你感覺 你感覺受到甚麼 或者你聽到甚麼 未必會在那裏 你先記得那件事 那件事帶給你一些甚麼感覺 可能那時候覺得是被出賣的 之而此類 好了 然後你再可以 然後在這種感覺 再去回索 再去之前 嗯 這是一個挺有效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去到一個很安定的狀態 因為通常第三次出現的時候 你會很衝擊的 很多情緒出現 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 或者需要別人去幫你做這件事 絕對 然後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的話 你不斷去回索 回索你最早 你的人生最早期的 這一種不備愛的感覺 是來自甚麼 然後呢 當然 對新世代有一定的認識 你要明白你的本質是甚麼 嗯 至於明白你的本質是甚麼 真是多看一些新世代的資料 或者是 蔡詩 歐林 所有頻道的資料 都有告訴你 我們的本質就是剛愛 我們是豐盛的 我們是安全的 嗯 你真是明白 你真是去明白 然後去回你的本質 就是所謂這個不備愛 只是當時的一種情緒反應 並不是真實的 然後呢 你再去看今天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 衝擊度 因為一個人 我想問 當你有錢的時候 人家在袋裡拿了一元 你的感覺是怎樣 就拿吧 哈哈哈哈 但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拿了你一元 那就大件事了 我已經沒有 令我更加沒有 是的 所以一個人 他有足夠的愛 信任的時候 他就不會怕失去愛 因為他信任 他擁有很多愛 我不知道 明不明白這件事 其實是的 例如我今天遇到一件事 是的 其實失去愛的那種感覺 是存在的 但是 但是 分享一下這件事 不如說我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分享一下這件事 怎麼說 其實很小事 很微不足道 其實就是一個 我的朋友 嗯 嗯 那就是 怎麼說呢 我有個好朋友的好朋友 哈哈 他就是單身的 嗯 那就是我那個朋友 就是 充滿的 嗯 那就是 我的好朋友 想說合他們兩個 你的好朋友 想說合兩個人 一個是單身的 一個是充滿的 兩個都是單身的 好 但是 男方當然是我的好朋友 嗯 那就是 應該說 我們有些 過往的歷史 嗯 那我的感覺是不舒服的 噢 即使你跟他現在沒事了 但是他要開始一個關係 是不是沒事呢 應該說 就是 有些怎麼說呢 有東西的 我還喜歡這個人 但是 你喜歡一個人 不一定要跟他一起 因為我們有很多原因 什麼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不舒服 嗯 有點硬 也挺硬的 哈哈 那我剛才一直在 就是 昨晚發現這件事情 到到到到 一直 其實 我就一直在 在關照 反攻自己 究竟我不開心 什麼 是 就有很多東西出來 嗯 那去到一個點 就是 不行了 華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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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是畫完畫之後 個人是舒服 華華是其中一種 Adrian會用的方法 去做自己自己 自己的感覺 很有效的 很有效的 他就說 有幾筆 我只是在iPhone畫 感覺舒服一點 但是這件事情 尚在進行當中 哦 嗯 嗯 嗯 所以說 我們理論上知道 愛是自由 愛是不等於擁有 愛是 成全 但是真的 真的 發生在生活中 你真的要很大的 覺知 和經歷 嗯 嗯 嗯 好了 譬如出現了第三者 到底你被衝擊出來的結果 你自己的選擇 你可以的衝擊就是一種 長期的怨恨 嗯 或者是我的價值低落 或者是長期的不甘心 嗯 又或者是不斷指控對方 嗯 有些人真的可以很多年 維持很多年做這件事 是的 即是兒子大女大之後 年紀很大 四十年前的事 都還歷歷在目 有些人 甚至用一生的時間 去證明對方是錯的 然後我是對的 是 那又怎樣 是的 然後 其實 你一直不放下這件事 你一直都在付這個代價 你認不是 還是這件事 對你 影響你 激發出來的 是你的勇敢去面對 嗯 更加愛自己 或者更加懂得珍惜你自己 還是 我怎樣不愛自己 嗯嗯 這些所有的事 我覺得 我經常都 跟同學分享這件事 我很多年前 還是年輕的時候 有個叔叔跟我講一句話 到今天我夠膽講這句話 真的不生受用 嗯 那時候我什麼新年代都沒有 嗯 就是 小女孩 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感情生活都很豐富 經常玩 基本上 因為我爸爸很小時候不在 我不是很懂得處理 和男人的關係 OK 基本上 來者不拒 嗯 我不想失去 怕失去 我不想失去 嗯 就是我覺得 對 有就要 無論如何 那位叔叔跟我說過 小女孩 他說 我跟他說一句話 人生是會有苦悶的 因為那時候我感情不開心 他說人生是會有苦悶的 有些不開心的事件 但是呢 記得跟自己說 不要讓自己白白地受苦 嗯 學習一些事件 嗯 就是每一次你有經歷 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有沒有浪費了你這個經歷呢 就是眼淚 除了流完眼淚之後 你學了些甚麼 放了些甚麼 放了些甚麼 是啊 就是在你的痛苦的背後 你人生是向前走 還是停滯不前 還是反而退後 嗯 這個就是 完全是一個自由意志 甚至乎有些人很長期停留在一個恩怨呈仇的故事裏面 不停地上演 上演不行 不停地重複那個故事 不停地上演 他真的不口臭 因為他繼續說 繼續說 繼續說 然後用自己的想像 繼續活在這個痛苦的心願裏面 繼續繼續 不停地自然其說 所以就是另外一個可悲 或者需要一些時間體驗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在這件事裏面 我們不停地說 如果你不學習一個活動 不學習一件事的時候 是的 這也是我經常說的 他就會在別的地方再跟你敲門 因為很多人會選擇 就是分開了便沒事 離婚便沒事 我和父母不對 我長大了搬出去便沒事 又或者是老闆有問題 轉工便沒事 但你真的願意去看的話 真實地面對的時候 你有沒有留意 你的人生是有些重複的模式 直至你學到為止 即是不斷重複的一些模式 人際關係的模式 金錢的模式 或者是其他自我價值的模式 工作成就感的模式 直至你學到 直至你真的去面對它 去面對它 穿越它 這個模式再來到 你才可以處理 即是你建立了 你學了東西 你這個功課是做完了 又或者你才不再吸引這個模式 發生 你不會再在那條 那條沒有芝士的柱子裡走下去 是的 所以用新年代的方法 去影響生活的時候 的確是一個很不同的態度 很不同的面向去看 我也很有圖感 去看這件事 還有就是 經常怎樣說呢 即是你玩過滑浪 玩過人造的 你玩過滑浪 見過滑浪嗎 其實滑浪是要承著浪來 那時候你起的 那我就不知道 那些人工浪來的 你有沒有想過滑浪的時候 海姆浪 你拿著滑板做的 那你就不能滑浪 是的 所以當衝擊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承著浪 去升起你自己 我自己很深感受的一件事 就是我幾年前 十幾年前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那我就離婚 在很多人的角度裏面 人生是這樣跌下來的 因為那時候是可以的 有車有樓 有婚姻 老公可以的 老公可以的 有很多人的眼光 當然婚姻有問題 大家都要負責人 但是這樣跌下來的 但是在個人成長裏面 就是這樣升上去的 嗯 我在這件事裏面 真的是很赤裸裏 去看我自己 為何今時今日會這樣 亦都開始打開門口 願意真的去看 嗯 因為是 我想之前是太狂傲 嗯 有很多的自以為是 又或者是 很多理所當然 很多不懂得處理 很多任性在裏面 但是在這件事裏面 真是生命一個很大的 刑頭撞擊的時候 就真是令到我 真是不得不去看 所以 很殘酷的 我覺得在婚姻裏面去學習 有少許面對離婚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對於一個女人 或者男人來說 其實都 都是一些人生大事 哦 當然是 但是 所以 就是 當你在經歷著 如果你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在困難的時候 在一個困難的時候 咬牙筋走過去 這件事一定 將這件事變成有價值 而在這個過程裏 如果我們肯張開眼睛 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我們肯張開眼睛 讓自己去學一些事情 這個學習的一步 我都覺得是很大的 是啊 但是我想說 就是 不要再停留在一些 恩怨情仇的故事裏面 嗯 一家人在爭論 你說的事情是永遠說不完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道理去說的 還有每一個價值觀都很不同 不要再用手指指著外面 真的進去裡面去看看 我如何引發這件事 然後好了 我明白我如何引發這件事 現在我可以做些什麼 嗯 不要再花時間在過去 去反錯過去的過程 在那裏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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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味道 你已經咬到沒有味道 也不吐它出來 我很明白你說的 是啊 然後 真的 也不要太過去 一直去想 我意思是不要太過活在過去 也不要太過在未來裏面 在那裏咬想 在這個當下裏面 我明白我可以做些什麼 OK 我也很收到 因為其實有時候 譬如當你發生一些事情 身邊的好朋友經常會問你 喂 發生什麼事 試試看怎樣怎樣 但其實我發覺 你再去重複故事 給你的朋友聽 是沒有價值的 你不如想想 我在這件事情裏 你告訴他我學到什麼 我告訴你 我在這節目也說過 當時 當我發生事的那段時間 或者那幾天 我打了五百多個電話 我聽你說過 我記得在這節目也說過 我是不斷去控訴這件事 以及不斷去取得很多認同 但後來我覺得 只是帶來更大的傷害 而且你會放大了你的情緒 放大了我的情緒 因為有人認同你 你還不理所當然去發脾氣 但其實後遺症 那個後遺症之後 譬如有人會笑你 有人會覺得 其實你不是每個人打電話出來 那些人都會拜你的 嗯嗯嗯 然後他會覺得 可能他會覺得 你很幼稚 或者你該死 真的有些人 然後 原來我做過所有的事情 其實傷害性 或者是 我還要出來見人 或者還要去面對他們 反而認成的是傷害 嗯 不過 這個也是當時 自己不成熟的 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 今天我想說這個題目 也是在說 我們怎樣去 乘風而上下 在我們面對撞擊的時候 怎樣去 因著這個撞擊去學一些 或者令到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正面 或者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 下半輯 我們再繼續 這個題目 歡迎回來下一輯的 下半輯的這個 《神神秘秘》這個節目 我們剛才說過 當我們面對一些衝擊的時候 就是利用這個衝擊 令到自己人生向前走一步 激發起自己的能力 但說到這裡 我剛想起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很有趣 他就是面對一個衝擊的 就是他的家人先後患上癌症 由兒子 兒子從兒童哥開始 兒童癌症開始 一直到他先生 但是 因為他的工作 變成他不可以正式上班 因為要照顧兩個親人 對 他就怎樣呢 去找自己有甚麼空間 可以去收入 原來他是一個很喜歡藝術的女士 嗯 然後他最後發展了 中間的故事就斷了 他現在是一個詞繪的老師 你只是說台灣的詞繪的老師 是的 那個詞繪的老師 他就教詞繪 而且他教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來香港開過一個課程 然後 那時候我就因為我去台灣教書 然後他就在隔壁的房間開班 嗯 我經常去看他們 我看到 因為他跟一些癌症病人去做 癌症病人有時候 可能眼不好 精神不好 或者是手震 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女士 甚至乎是一些老人監 他都畫得很美 就是看到一些作品很美 真的很美 但是是一個很普通的人畫出來 或者是上幾課畫得很美 我覺得 我問是否這個老師很厲害 然後我就請他來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 就教了你的筆法 然後每個人拿著一隻杯 拿著一隻碟 你就去信任自己去發揮 嗯 然後自己裝那個圖畫出來 自己的圖畫 自己裝出來 他就教你畫了 那朵花應該怎樣畫 怎樣著色 玫瑰花是怎樣畫的 或者蘭花是怎樣畫的 向日葵是怎樣畫的 嗯 然後你就拿著一隻杯 你自己 就是看著那杯 你看到那杯 你就看到那個圖畫 你就自己去發揮你自己 嗯 但是真的很美 每個人都畫得很美 我那天上去塔樓中心 是 其實我也很想上這堂 不過因為種種原因 結果幾天都不在香港 就沒有上去 那我上去看 在完成了的作品的時候 我都很詫異 是的 因為每一個人看到 每一個人都會很驚訝 他每一隻杯放在那裡 我第一眼就覺得很美 而很特別的是 你每一隻杯 雖然畫法都很一樣 但是你會看到每一隻杯都很一般 還有那種美麗的 跟我們出去買一隻商業做的杯 那個感覺很不同 是的 因為他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創作 創造 在那裡 你想想想 我記得我們十幾個同學 每人畫了一隻杯 十幾隻向日葵的杯 十幾隻都不同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角落 變成一個花園 向日葵是給人很明顯的感覺 突然間有一個角落 是擺滿了向日葵 我感覺到非常好 那就是很好 但是這個老師 因為他透過他先生患癌這個狀況 他就開始接觸賽斯 開始在賽斯的團體裡活躍 而這個團體也是 告訴他 信任你有很多很大的空間 然後他就 將他自己的興趣 變成一個他的工作 太好了 而且他會明白 靈魂是有能力去展示他自己的 因為有些老師 可能要規定學生 一定要怎樣畫 把杯子放在哪個位置 或者那個重點 譬如說 如果有讀過設計的 我都知道 你每一幅構圖 哪裏要哪裏 有很多理論在裡面 是的 他完全沒有理論 就是每一個人 教了你 你自己去發揮 他給我們很大的創作空間 我真的很享受 我發覺他是透過生命的 一個碰撞 一個碰擊 一個打擊 而激發起他的人生 他向前走了很大的一步 他真的很享受他的工作 他現在還在台灣的一些大學裏 去教賜賄的課程 是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就是 我們想不少的故事 因為癌症 因為這些病 而觸發一家人的愛出來 嗯 一家人的愛去 其實你剛才說 說起小朋友患癌 其實我前一陣子 我身邊也有個好朋友 他的女兒患了血癌 多大 十一二歲 他給我的感覺很心痛 嗯 但其實 我這個好朋友 是衝衝衝衝衝衝衝得很厲害的人 生命替他踏破 而他是衝衝衝衝衝 衝到很厲害的人 因為 女兒病 她真的停了她的工作 她照顧她的女兒 而她在她的工作上 也有轉型 是的 真的 生命每一件事發生 我想說 其中一個我想打出的原因 就是你要明白生命所有的安排 背後都有一份它的尾 你要學會它看到那份尾 因為我最近和東東也有一個分享 我最近做了很多的諮詢 個案的事 我真的發覺一家人在一起的組合 實在實在太有趣了 譬如我認識一些好朋友 兩個媽媽都有情緒的問題 有時候很狂躁 喜歡小事化大 而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我覺得人生的組合性 每一件事背後有一份美美 你一說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特別的組合 我的好妹妹就跳出來 Yvonne也認識我妹妹 你會發覺她永遠在我身邊的角色 就是不停地提醒我 她最厲害就是跟我說 誰那麼喜歡讚你 我不會讚你 而她永遠都是做一個很困難的角色 阿東東的妹妹就永遠有一盆冷水淋在她 是的 但有甚麼事呢 她妹妹就永遠站在她 怎樣都在後面撐著她 我妹妹撐著我 是可以撐到我不開心 她會打電話給我的好朋友 包括打電話給Yvonne 我姐姐很不行 你幫我看著她 但這些事情 她永遠都不會讓我知道 你讓我想起一件事 我想你不知道 就是當你發生事那段時間 我真的一天接觸很多個電話 她說是否怎樣 然後我問她 你問我 然後我問她 你看著她 嗯嗯 所以其實那時候可能你聽不到 所以很想告訴你 其實你身邊有很多愛 但是你也要專注那種 那個不開心的頭 不愛你那個 但無論如何 這件事已經過了 所以每一個碰擊都真的 其實你一想起 除了我妹妹之外 其實有時我們一個家庭裏面的組合 真的 即是像我那樣 我又想起我媽媽 我和我媽媽也是那些 每任何有溝通都一定有撞擊 所以我想說就是 在你生命來撞擊你的人 就是你自稱的人 在靈魂層面 她是最愛你的靈魂 是 絕對是 因為呢 這是靈魂一個好美的約定 我曾經將這個確認 我曾經遇到一個好朋友 十幾年都沒有特別見面 可能一年一頓半頓飯不吃 一字人她打電話給我 她說 她要找我吃飯 在臉書上找我 我要找她吃飯 因為她不見了我的電話 事出突然 我覺得一定有大事 否則一個朋友不會這樣找你 我即時去見她 後來我知道她在婚姻上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已經是斬釘折鐵 我一定會離婚 我也是國內人 其實那一刻 我就說了靈魂層面的事情 其實做這些這麼壞人的事情 是很難才能做到的 如果在靈魂層面 當初這個人不是承認 她願意做這麼大的壞人 就是在你這個人身心裏 讓你去學一些東西 而她的溫柔 其實是愛你才去做這件事 我便說 她便 做一次壞人 讓你去學習 不過很有趣 我這個朋友聽完 她很喜歡 她很記得這句話 好 好 很有趣 而且我發覺很多新年齡人 有一個狀況就是 當他們提升了她的鎮頻 或者她學習 她成熟 她有一個覺知的時候 當你去 我好像說得不太好 有一個高低 當你面對你的舊朋友 我不是想帶出一個點 就是新年齡很厲害 我明白 超越 你認識這些東西 其他就是凡夫俗子 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都會有這個狀況 當你去面對一些你以前的朋友 或是一些並不是新年代或是國資的朋友 你會聽回他的故事的時候 你也會有些 為何你會這樣呢 其實正是昨晚我遇到這樣的事 昨晚是一個認識了二十年的朋友 最近因為他做保險 我兩個小朋友有些單要找他幫忙 但在做單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小插曲 然後他就約我吃飯聊天 真的想關心這個朋友怎樣 然後他就問我你的近況怎樣 然後他就語重心長告訴我 東東你這樣不行的 你要做事的 你這樣 他的出發點全部都是為我好 不過他的延遲裏面就是 擔心 這件事情是對還是不對 對還是錯 好還是不好 好還是不好 你為自己有個著 其實他會很擔心 他有很多價值觀 然後你會看到 你也要為自己有個著落 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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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的詞語 全部都是一些很不舒服的詞語 但是我背後 我就看到他頭頂有個光圈 因為他很緊張我 而他說我最不開心的時候 他買了一隻CD 想叫我妹妹給我 然後我妹妹就說不用了 他已經怎樣怎樣了 不需要這張碟了 那張碟了 然後又在那張碟了 我會看到他背後 是出於關心 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他說的概念 都是對還是不對 那我聽完之後 就一笑自自 我呢 你連我想起一個舊朋友 他很久沒見的 是舊的同志 叫我出來吃飯 他也很意中三常 跟我說 你何時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想我現在做的事很不正經嗎 你說我的職業是現在如日中天 哈哈哈哈 我做的事很不正經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心想 原來你覺得我做的事是不正經的事 挺有趣 我說我暫時很享受我的生活 你何時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 哈哈哈哈 可能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喂 童童 你何時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 哈哈哈哈 然後 當然出發點是好 但是原來 多謝他令我讓我知道 原來有些人有這樣的看法 但是我的回覆就是 我現在很享受我的生活 我已經打算用這個方式繼續生活下去 我現在都很豐盛 很多謝你放心 那你有沒有反應 他覺得這件事不足夠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一套信念 當我們和別人面對這些信念 我們都會接受不同的衝擊 是 他們都會和我們有一種 不是說撼的 而是有一種磨擦的 嗯嗯嗯 就算這樣說 你家人 父母 兄弟姊妹 都是他們一套的信念 是的 永遠不會有一個人的信念 可以和你一模一樣 是的 我經常都說 我家人都覺得我做事 不知道我做甚麼 是的 之前我聽過 我都覺得很奇怪 是的 而且我經常覺得 我做的事都是不正經的 甚至乎是敗家 但是就是你怎樣去清楚自己的立場是甚麼 又或者是當我們一個新年代人 提升了我們鎮頻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我們都會 要影響一些這樣的衝擊 是 影響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朋友 或者是我們認識的人 很有趣 我最近有一班頻道的同學 他們上了約莫半年的課 在上次上課 上個星期上課 他們不約而同地分享一件事 就是 好像跟舊時的朋友 不太適合嘴型 會的 其實 這是北京的過程 但是你也會 如果你是新年代人 在看這個節目的話 不是 我經常都說 超世而入世 你不是去否定這些人 或者覺得他們沒有層次 你怎樣 我不會說是感染的 也不需要搞到這麽大件事 我也是這樣說 你不會被奪走 但同時 你不需要去否定 然後跟他們一起生活 我想這個生活態度 我覺得很重要 是否我認識了新年代的事情 我看的事件的層面不同了 我就要沽方自上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想起 初初想跟老師來香港的時候 我就搞了一個免費的介紹會 在座有很多人 寧媒 寧媒 就帶著很多寧媒的眼光 來這個免費的介紹會 就說 我媽媽死了現在可不開心 又或者是 你才在前世 有一班小女孩 然後她說 你看看我們前世做些甚麼 我在旁邊 其實我很有情緒 你覺得她在挑戰嗎 不是 我覺得雙庭不是這個層面的事情 為什麼問這麼低層面的事情 我很有情緒 但我發覺我坐在一個大師身邊 她是完全透明的 你真的想知道嗎 我看一看 原來你們之前是一起玩的一班朋友 你們經常都玩的 她每一個都解答 例如我媽媽怎樣 她說 你媽媽現在很快樂 但是 你對她的憂傷 你對她的擔心 她仍然收到 但是是沒有意思的 你既然生活得快樂 你慢慢反圍會更加開心 她照如是地起回答 我發覺她完全沒有衝擊的感覺 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過後反省得很重要 我為什麼這麼有情緒 又對了 我還會激我些甚麼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判斥 我對修行的一種 有一種潔癖 你加多了一個淚鏡 不過淚鏡是不一樣的 是的 我有一種對修行應該是怎樣 我的框框在裡面 你說起雙庭 其實我一向都是 你知道我很崇拜學術性的東西 我有很多學術 即逢我叫甚麼博士 我就很崇拜 是的 但是很有趣的 也是自己裏面的沒有 自己裏面的一些看低自己 一些不豐盛的東西 令我每次面對一些聰明的人 很有趣的 我覺得自己很卑微 覺得自己很渺小 我經常都有這種感覺 但是很有趣的是 原來當我面對著雙庭老師的時候 我從來都沒有這種感覺 他完全不是一個擺架子的人 他沒有架子 而他的修行 而去到任何時候 他很有趣的 那些所謂的大師 其實他也有自己的心靈 他也覺得自己高於你一層 所以你在他面前 是互相的 雖然我有我的不足夠 但是他也有他的心靈 所以我們就好像高低能的人 但是在我 我也是背著我的不足 渺小的時候 我面對著雙庭 我是完全沒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 你的層次很不同 就算他醫生也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你有看這個節目 你可以在網路上點擊雙庭老師的談論 你就會明白 他真的是一個很平易近人 一個完全沒有架子 所有事情來到醫生 都很好 都可以 都是他 他是一個肯定性很高的人 但他說都很好都可以的時候 他真的都很好 有些人只是把口說 然後你告訴他 他就說我不喜歡 但雙庭老師不是 他真的 他說都很好的時候 他真的說都很好 你問他吃什麼 他說吃什麼都很好的時候 你真的跟他吃什麼 他都可以的 是啊 是啊 他會有些秘密求 他會說的 例如我想吃火鍋 因為我很喜歡吃火鍋 我不知台灣人 香港人很喜歡吃火鍋 台灣人也有很多火鍋 但可能我們真的很不同 他會說 我想吃火鍋 他就會說 但他說的沒有所謂 他真的沒有所謂 他喜歡吃火鍋 你們不跟他去 他都會去 是啊 他自己也會去 他說我想逛街 他就會想逛街 他是一個 幾活在當下的人 好 好了 我想講一提 就是 教育小朋友 不容易 因為人面對碰擊 剛才我說的 學習從這些挑戰 是學習從這些事情 當你是父母的時候 你容不容許你的小朋友 去接受碰擊 哇 這個也是超級大的公佈 因為這件事 不單止涉及小朋友 亦都涉及你本身很大 有人問為何你要生小孩 就是要共同成長 你有沒有信任 給這個小朋友 去經歷 我發現 很多Waldorf的家長 不是很干預小朋友之間的 吵架 誰跟誰不對 誰拿了我的東西 絕對是 是他們自己解決的 絕對是 不是每次都會有媽媽 去擔當 其實是很簡單 兩兄弟有爭執 你媽媽去干預 根本就不實際 因為你不在他們的世界裏面 是的 然後有些媽媽 例如我兩個小朋友 有時 弟弟又要嫁 兩個人爭執完 哭哭哭 我說你們兩個可以解決 怎樣 但在我身邊的人 他就會覺得 兒子會吵架 你一會兒子弄傷 打傷 我想想 他們打傷就打傷 起腫就起腫 少許流血便少許流血 但這是他們的學習過程 你必須跟所有的家長說 譬如你真的有兩個小朋友 他們真的打架 當然要安住 他們打架你安住 這是不容易 但我覺得有一次有一個例子 說得很好 譬如我和你兩姐妹吵架 如果媽媽說 你回房間 你回房間 是否真的沒事 絕對不是 因為那個情緒根本沒有抒發 以及你切斷了一個交流 對 根本沒有抒發那個情緒 好了 再出房間看見你 總是覺得周身不對勁 然後你這件事會繼續延續 不用很久 又有另一件事 大家再撐過 直至大家都能表達到自己 我們便可以 冰色前沿 像我倆兩個兒子 他們有一段時間 他們是比較容易有碰擊的 幸好有一段時間 是我看著他們 便由他們去碰擊 但很少事 三歲一個四歲 有甚麼碰擊 一段三幾次之後 他們現在的相處 是融合很多 是不同的 譬如說 他們試過搶東西 我亦都告訴他們 你們找甚麼要搶 搶媽媽媽 哥哥重要還是玩具重要 嘩 哥哥重要你玩具 這個時候很好 我跟他們說過 如果你為了一個玩具 去打哥哥 你看這個玩具 你想想 然後我就走過去 但我發覺這段時間 他們每次一搶玩具的時候 搶 一起拿著 停 然後兩個人便會笑 然後我便會繼續玩 真好 眼見的 所以 你容許小朋友 去經歷 她的人生 不要太過干預 這也是 令到她 將來 會影響她生命的問題 是的 不要過分地保護 或者過分地 成為她的一個藉口 是的 真的很重要 比如小朋友 有時候她要跳 她要體驗 因為這件事也是一個體驗 是的 你有沒有留意小朋友 我跟媽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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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立即跟她說 我跟她說 你以前為了她的藉口 是的 然後大了之後 她不去面對問題 我回去告訴你老闆 我回去告你 或者我跟老闆說 我跟老闆說 我跟老闆說 現在很多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前一陣子 有一個錄影 錄影了別人說 別人禮貌 不要跟老闆說 後來網民再攻擊她 我沒有看過 類似是一個女孩子 就說別人態度不好 等等 影響別人 但我看了一個新聞 有一個小朋友就說 你現在 你 你態度不好 我叫媽媽 跟老闆說你 幼稚園的學生 類似是這樣的 所有東西 都拿別人 成為她的擋箭牌 或者拿別人來做藉口 這個 就是 你是拒絕了她的人生 令到她不對 她的人生負責 而且要容許小朋友去體驗 很簡單 例如我小朋友 她說媽媽 我想跳樓梯 你便跳 不過要小心點 不要跌倒 其實她跳一級 她沒有跌倒 她便會挑戰第二級 那就由你跳 就算跳完跌倒 有甚麼問題 你就知道下次這麼高 你會跌倒 那你再要跳你的事 所以我小孩子 現在三歲 她是跳三級樓梯 我拖著她的時候 有一次我跟羅湾逛街 是嚇倒過十幾順的哥哥 對 所以這一集的題目 是叫做影響生命 我希望大家 真的用新世代的態度 不要怕生命衝過來的東西 勇敢地影響 因為人生真的沒有甚麼是不好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都是令到我們去學習和成長 下一集 我想說 當你影響 碰到你 按到你的按鈕的時候 你真的去面對 這個價值是最大的 因為那是一個機會 令你面對真正的自己 好的 我們下星期再回來 好的 拜拜